剥离荧光增醉结,维魔大士顿除疑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根基利的,你用一些小法来跟他谈,那也不对机,这就叫荧光增结 这里谈到维魔结经里的一个公案 维魔结经是维魔居士士级,视线生病,释迦牟尼佛派弟子代表佛去探极 于是就从设立福,大目间连依依派,这些声闻弟子都不敢去,不堪去问极 就是他们都曾经在弘扬佛法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自己说的比较偏的被维魔居士所纠正的场景 这里就谈到优波离尊者 派优波离尊者去的时候,优波离尊者说 我不堪去问极 他有一个什么事呢 说有两个比丘犯了根本戒,就是银戒和杀戒 就来求优波离尊者,发露忏悔 优波离尊者就按照戒律,犯了什么罪,怎么颤,怎么弄 去定罪的时候 这两个比丘的怀疑的心还是解释不了 这里面是有背景的,这银杀二戒,他是怎么犯的 这两个比丘住阿兰若,两个比丘住在一起来修行 到了中饭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就去托波 另外一个比丘就留在阿兰若 一般外出的比丘托波要托两个人的饭量了 有一个离开了,另外一个比丘就在疗房里面睡觉 睡觉的时候,可能散乱心 门也没有关,正好就有一个牧羊女路过 看到这个比丘躺在那里,他就生起了欲望之心 是这个牧羊女主动上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不进行 并且走的时候还撒上鲜花 这个比丘醒过来才发现不对劲 正好另外一个比丘过来了 一看这个情况,就知道肯定是有女的过来了 就发现远远的有牧羊女的身影 这个托波回来的比丘就很生气 就追这个女的 这女的一看有一个比丘追 她就赶紧跑,跑得慌不择路 到悬崖峭壁的地方 一失脚掉下去了,就死了 这两个比丘碰到这个事后 心里就觉得,一个是不是犯了银戒 一个是不是犯了杀戒 在这种情况下去求优波离尊者 发露,因为这涉及到根本件问题 是一个重大问题 优波离尊者也没有去了解 只是事项上有这个事 他就依戒律来定罪 要剥夺什么权利,这一说 搞得这两个比丘就觉得 这么严重的情况 我们又没有故意要杀他 或者故意有淫欲的心 知道这个样子 我们真不应该出家了 就后悔出家了 这时候,正好碰到维摩杰居士了 他就跟优波离说 你不要以长法 就是以你生文的戒法 来扰乱这两个比丘的心 应当直接谈罪性本空 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这一说,这两个比丘马上怀疑的心就解开了 当下发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赞叹维摩居士善于说法 因为这两个比丘多生多结以来就是一个菩萨的种性 曾经发过菩提心的 就是这两个比丘的根基高 但是用小的法来跟他弄 他就很难 由此 勇家大师在正道歌里面就用这两个公案做了一个内容 就叫只知犯重账菩提 不见如来开秘诀 有二比丘犯银沙 玻璃荧光增罪节 维摩大士顿除夷 犹如鹤日销双雪 就是一般的人只知道犯了重建会障碍菩提 他不知道在这过程当中 在大乘佛法如来还有秘诀 秘诀就是弹食相颤的问题 所以有两个比丘犯了银剑和杀剑 实际上这是现象上有这个现象 但本质上是不是结这个罪 还跟他的动机有关系 有波离尊者就按照一般的法来跟他结罪 这个就叫萤火虫的光照不破黑暗 反而使两个比丘内心的那种罪恶感 那种怀疑的结更增加了 维摩节大士用大成的波惹的石像的颤法跟他谈 就把他的疑心扫除了 维摩节大士的这个法 就好像中午的太阳 鹤日 把双雪 薄薄的双雪给他融化一样 所以这就是说萤火虫的那点光 不能够打开学人的谜案 反而增益了这样的黑暗 这就表明鸡身较浅 也是起不到作用的